一只狐狸正躲在枯木上瑟瑟发抖 因为树下围满了胡适淡淡的狼 狼群不断嘶吼着撞向树干 企图把狐狸从树上逼下来一顿饱餐 持续地晃动让上面的狐狸摇摇欲坠 似乎马上就要落入狼口 这一幕恰好被不远处失碎的小女孩看到 为了救狐狸 她奋不顾身地从树上跳下 接着便直接跑到了狼群身后的枯木旁 女孩快速翻找书包 希望能找到可用的东西 然而书包里仅有一段绳子 一把小刀和一袋面包 由于再三她决定放手一搏 掏出袋子里的面包之后 用嘴巴把面包袋吹了起来 接着便悄悄地来到狼群的身后 还没等发现她的狼群反应过来 女孩用力拍爆了手里的面包袋 爆炸声瞬间吸引了所有狼的注意 他们纷纷一脸凶狠地朝女孩走来 树干上的狐狸则趁机逃出生天 此刻只留下小女孩与狼群对峙 危急关头 女孩集中生智大喊着奔向狼群 没见过这驾驶的狼群被吓得四三而逃